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鼎子妹 在这么多个基要真理的课程当中 圣灵是最少人知道和最多人感到困惑 其中一个题目 我相信大家都明白 我想在最近很多不同的 关于鬼父的问题 方言的问题 灵狗的问题 圣灵激倒的问题 还有很多看到有些影像的问题 和听到有些圣灵的声音 又看到有些画像 然后接着去讲语言 弟兄姊妹 全部这些东西 都是基于我们今天 对圣灵的认识和了解 有多少产生出来的 我们首先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为何我们要认识圣灵呢 当我们看到 为何我们要认识圣灵的时候 我们就清楚知道 因为神的三个位格当中 圣灵是最少人知道 是最多人误会 而且是带来最多的争论 第二 新派和异端都不相信圣灵 新派就认为 根本就是没有圣灵 这回事 没有的 然后异端呢 他们就相信圣灵 只不过是一种动力 是没有圣灵的 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当我们留意去看到 今天 基督徒要面对的挑战的时候 我们要明白 我们如果不认识圣灵的时候 对我们的信仰本身 一定会带来很多的冲击 接着我们要看 圣灵是神 为什么我们要认识它呢 因为它是三个位格当中 其中一个位格 它是真神 它是有位格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它 灵恩的人士 就将他们的信念 建立在经历上面 将经历当作绝对去教导人 灵恩方面 我们看到过去灵恩运动的第一波 第二波也好 对圣灵的洗 有很多的误会 和错误的教导 这些的误会包括到 第一 关于圣灵的洗 他们就说圣灵的洗 就是等于圣灵充满 就是等于圣灵的降临 就是等于圣灵的锹灌 圣灵的印记 第二 是有关圣灵的洗的时间 他们说圣灵的洗是一定在水的洗礼之后 第三 就是圣灵的洗的条件 他们说圣灵的洗是有条件的 这个条件就是要绝对过圣结的生活 顺服是不断去求圣灵的洗才可以得到 第四方面 是有关圣灵的洗的印记 灵恩的人士 一些极端的人士 他们认为圣灵的洗是有印记 就是一定能够说谎言 然后最后有关圣灵的洗的目的 圣灵的洗的目的就是带给我们侍奉的时候 是有果效有能力 我们看回这些错误的教导和观念 是一直影响很多很多的教会 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我们必须要回到圣经 来看一看圣经的教导是怎样 我们会一连串在这几讲中 来讲到关于圣灵方面 圣经的教导是怎样 首先我们要看的就是圣灵是有慧格的神 我们怎样知道圣灵是有慧格的神 首先慧格的意思不是等于有形有体 看得到的东西摸得到的东西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是连神都没有慧格的了 因为圣经说神是个灵 所以拜祂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祂 那慧格是什么呢 就是有意志的 有感情的 有反应的 有行动的 这些我们叫做慧格 圣灵有没有慧格呢 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 有 在哪里让我们看到它有慧格呢 以赛阿书48章16节 它是可以猜人或者被猜 它和尼赛阿是同等的 第二 马太28章19节 这个地方我们也要奉圣灵的名去替人施洗 以法所书4章30节 我们不可以叫圣灵担忧 换句话来说 圣灵是可以担忧的 马太福音12章31节 这里也叫我们不可以涉足圣灵 原来圣灵都可以被涉足 小人传五章三节 阿拉尼亚是欺控圣灵 它可以被欺控 另外 叼赛罗尼加前书的五章19 不要消灭或者遮饰圣灵的感动 它有感动 另外 希伯来书十章29节 它也告诉我们不要窃万圣灵 因为这样 当我们留意在看到这么多圣经的教导的时候 明显给我们知道 圣灵是有违格的 还有一样 就是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十六节 他说 我要求父耶稣说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卫师 保卫师是另外一位的保卫师 就是和他同等的保卫师 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约翰一书的二章一节 在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 在我们当中有一位中保 这个中保就是义者耶稣 但另一方面来说 圣灵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 十五章十六章 都是被称为中保 或者保卫师 既然耶稣基督被称为保卫师 圣灵也是被称为保卫师 他们是同等的 所以圣灵是有违格的真实 太大的 颜色 楼 十七 天 离开